大家好 欢迎继续观看H5实现Olas方块这样一个游戏 这节课呢是我们这一系列课程的第11讲 那么这一节课的一个主要内容呢 是我们的一个游戏里面对声音的一个支持 这个声音支持呢 我们买要用最基本的这个H5的这样一种方式去做 而是选择了一个业界比较流行的这样一个音频库 好 那这个呢就是我们的一个音频库 然后它的地址呢是在这里 好 我们打开看一下 好 除了这个音频库的话 我们的这个捷克的一个内容就是 设定这个背景音 我们就没有在针对这个不同的一个场景来进行一个音乐的一个播放了 因为这个的话我们首先需要一些音乐资源 然后呢就相对来说是同样类型的一个操作 只是更多一些而已 所以呢我们就仅仅完成这样一个背景音的一个设置 那么就足够使用了 那么其他方式的话就都是比较雷同的 可以直接使用 好我们看一下这个链接 看一下这个呢是它的一个介绍 我们这就不看它了 我们直接来看如何来使用它 我们可以通过一些CDN或者说这些NPM或者BAL的这种方式去安装 这里呢我们简单一点 我们直接通过CDN的这种方式来安装 好这两个呢这个呢就是我们这节课的一个内容 接下来我们就还是打开我们的代码 来通过代码来为大家演示一下如何来播放这个音频 好首先呢有一个资源 我们可以把它存储在哪呢 我们新建个文件夹叫A6 用它来做什么呢 用它来存放我们的这个背景音 这个背景音乐的话我是在网上找到的 然后就可以直接已经可以播放了 好 有了它之后的话我们就可以在哪去做处理呢 因为这个音乐的话我们肯定是想它在一启动的时候就开始 当然我们这还有一个window目录 这个window目录呢主要是来存放这个具体的一个js的 看这个网站比较慢 我们就待会再来加进来 那首先我们要用的话很明显 我们就需要先引入 所以这边的话肯定是来引入我们的这个音频的一个插件 好我们先给它简单做一个 然后我们要去播放的时候我们在哪播放呢 我们当这个游戏开始的时候来进行一个播放 所以呢我们在这个start game这个地方来做一个处理 来表示去播放它 那这个时候的话我们要怎么做呢 清建一个方法 原型方法叫什么呢 enit to idle这样一个做法 好我们通过它的 利用一个sound 好这个具体用法我们在哪去找呢 可以根据刚刚 那个地址 就可以拿得到 这个也太慢了吧 好不管 这里呢其实就是一个全局的一个变量叫howl 然后它里面的话就会让我们设定我们的一些参数 比如说我们的这个src 这个地方的话 一般来说我们为了兼容性的话 我们可能会放置多少呢 放置多个 我们可能会放置多个 这个音频 就是说不同的格式 然后它会优先根据牛奶器的一个特性来选择最合适的一个格式 那循环的话 我们也可以给它设置为 粗 然后第三个呢是 音量 音量的话我们可以设置为零点几 让它小声一点 因为背景音笔竟要小一点 那这个时候的话我们再来启动它的这样一个播放 好我们看一下 这个太慢了 这个太慢了之后我们怎么办呢 我们随便点一个这样一个示例 然后我们从示例里面去拷备一个链接过来就可以了 当然这里面具体的一个做怎么用 这里这个文端里面都已经很都有很详细的东西 我们就不去多说 好这里有个在线demo我们直接点开看一下 好既然有demo了我们就不管了它网页上肯定会有这样的一个内容 所以呢我们就直接在里面来拷备 看一下就是它 那这个时候我们就直接来拷备这个文件就可以了 我们把它放到桌面去 好这个时候的话 我们就可以把它放置到我们的这个目录里面来 拖到我们的这个wonder目录下 好拖过来之后的话我们就可以 好拖过来之后我们就这里跟它改一下叫什么呢 好 好 这样子我们再来启动这个文件来看一下有没有什么反应 当然这个之前的话 还是我们之前的一个完成的那一部分 那这个时候的话 我们再来去再来变化的时候 就应该在我们这个启动的地方 注意看 started game的时候 我们没有掉这个init 所以呢它并不会有声音 那当我们在这个的时候 我们就需要来init这个edule 所以呢它就有了这样一个声音了 好 其实其实现在的话它就已经有声音了 好 这个就是我们所想要的一个效果 注意看这个音频的一个使用相当简单 引入一个第三方的一个库 然后呢设定它的一个音频的一个目录 然后进行一个配置 然后调用一下这个play这样一个方法 就可以实现它的音频的一个播放了 好 这一节关于音频的知识的话 相对来说比较简单 如果想要用更多的一个音频同样的 我们就可以在这里创建多个音频对象 然后呢 通过一些代码的一个控制就可以实现它的一个播放了 比如说我们在这个方块方块消除的消除的时候 就可以干掉一些方干掉一行这种就可以播放一些声音 这个播放音乐的话有一些干扰 好 这个呢就是我们关于声音的一个支持这块的一个内容 那我们下节课开始说这个游戏暂停 我们下节课再见